为什么邓子齐测试肺活量只有两千多 你不要再从一直 一直下 二一九三 却能够一口气唱三十五秒的歌 宗子洋 而天天训练的运动员 按理说肺活量不会低 但唱歌却还是不够气 很多同事会认为 唱歌气不够跟肺活量有关系 不然怎么会有铁肺歌手之称呢 我想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卸夏老师 又见面啦 今天跟大家聊聊 唱歌为什么会不够气 我将从根本的原因到具体的练习方法 来帮你解决这个设计困扰 肺活量的大小是不是决定了气息的好坏呢 答案是否定的 不然的话呢 校园十大歌手那就要参考体测的数据了 那肺活量跟唱歌难道毫无关系吗 想要了解清楚 首先我们要清晰的知道 什么是肺活量 肺活量是指一个人在最大吸气后 再尽可能大力的去呼出的气体量 通常以毫升作为单位进行计量 肺活量和气息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肺活量越大 说明一个人在呼吸的时候吸入和排出的空气就越多 但是不能够单凭一个人的肺活量大 就判定他唱歌的气息就一定好 同样一个肺活量小的人他唱歌的气息也不一定差 像邓子齐 李嘉威 黄岐山等等 他们也不是因为肺活量大才被称为铁肺歌手 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超强的呼吸技巧和发声技巧 让他们在演唱的过程中呼出气息的同时 还能够拥有稳定的气息和声音质量 所以总的来说肺活量大确实有助于唱歌 但是唱歌当中的气息除了要有足够的吸气容量之外 更需要有稳定的呼气控制力和调节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你明明吸了气 但是一唱歌就没气感觉气永远不够用 1.没有呼吸控制 唱歌需要通过控制呼吸来支撑声音 如果你的呼吸控制不大 比如说吸气不够充分 或者是呼吸过快就会导致你唱歌不够气 2.没有找到气息支撑感 唱歌的核心肌肉力量没有激活 肌肉无力控制 漏气就会非常快 3.没有闭合好声带 当气息呼出经过声带的时候 如果声带没有闭合好 产生的缝隙大 那么气息漏出就非常快 现在大家知道原因了 那么当你唱歌不够气的时候 你会选择怎么做呢 A.肚子往外顶 B.搜缩肚子 C.腰扶使劲 D.气沉丹田 这些答案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 但是可能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是不是很多时候听到都会很疑惑 这么多种说法 哪一种才是正确的呢 唱歌也太难了吧 其实啊 这些名词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每个老师讲解的角度不同 但是方向都是一致的 那就是达成控制 跟调节肺部气流的吸进与呼出 可以自由地控制气息 让气息更加的充足并且稳定 怎么理解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我们的肺部呼吸过程就好比一个气球 气球在冲气之后 相当于我们吸气之后的肺部的状态 膨胀扩张 吸的气越多 肺部的气外就会越高 搜索力就会越强 越快的把气推出体外 这时候如果你没有控制气流 那么气就会漏得很快 这就好比你唱歌的时候 刚开始音量很大声 然后越唱越没有力气 越唱越小声 甚至发不出声音 但如果我们通过控制 跟调节肺部的气流 减缓呼出的速度 在速度变慢的过程 形成气息支持 那么气息就会变得充足 具体要怎么操作运用呢 大家做好笔记 跟着我一起训练 让你的气息更充足稳定吧 一 找准正确的唱歌呼吸方式 口鼻吸气 嘴巴吐气 通过吸气把身体两肋腹部扩张的动作 主动来减缓吐气的速度 控制吐气的速度 气就不会漏得太快 二 找准气息支撑 支撑也就是肌肉之间的对抗力量 一个是向上的推力 一个是向下的推力 向上的推力 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横隔肌肌肉 横隔肌会自然上移 帮助我们完成呼吸的动作 向下的力量就是两肋需要向外保持扩张 类似一种憋搭号的感觉 来减缓横隔肌上移的动作 随着演唱进行 气息一点一点呼出的时候 体内的气量会越来越少 这时候你要做的就是 允许你的两肋慢慢往里搜索 横隔肌上移 腹部向内搜索 来继续推动气息 这个过程呢就叫做气息支撑 三 必和好声带 气息在呼出的过程呢 会经过声带 那么两片声带肌肉呢 一定要快速的闭合好 才能够最终控制好气流呼出的速度 关于声带闭合的详细知识 大家可以回看前两期的视频 你一定非常需要它 所以同事们 如果你没有了解气息的原理 只是一味的用肚子往外顶 那么气息肯定会容易变得僵硬 或者是肚子一味的往里搜索 没有控制 那么你吸再多的气也是不够用的 要理解唱歌的整一个过程 并不是靠单一的动作是可以完成 而是要通过身体的不同肌肉的动作 来去控制跟调节气息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本期视频的干货都在这里啦 你可以收藏视频 慢慢消化 还想学习什么唱歌知识 可以评论区留言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 我是夏夏老师 下节课见 拜拜 关注我 学习更多唱歌技巧